大家好,我是Coco,欢迎来到新思义帐 为什么多数的女性都喜欢老男人 三个大实话告诉你老男人有多么的厉害 第一点就是老男人见多识广 老男人都是具有一定的人生阅历的 他们走的巧比年轻的男人走的路还多 他们经历了岁月的沉淀 经历了变化无常的世事 老男人即便犯错也是从中 吸取了一种教训再一次的成长 不管多大的女人跟老男人在一起 就不会再走老男人走过的一种错误的路 而是可以直接借鉴经验 这样就会减少错误的一种成本了 也会最快的找到成功的路径 第二点就是老男人更会包容 老男人比年轻的男人更会怜相惜意 他们年轻的时候或许也伤害过女人 或许也被女人伤害过 等到年老的时候就会吸取的教训 心胸比之前宽广了许多 女人都是感情的动物 不管年纪多大都会发一些小脾气 小吵小闹一下 这时候老男人不会像年轻时候那样气恼 反倒会包容会安抚 尽快的让吵闹平息下来 在日常的一个生活中 老男人也会更加的容忍女性 因为他们经历了婚烟 或者经历过不同的恋爱 所以跟老男人生活在一起会非常的幸福 开心 第三点就是老男人更加的务实 在许多方面丝毫不比年轻的男人茶 因为他们成熟 所以他们十分的低调 老男人可能在外表看起来是十分的安静 默契就比较沉 但实际上他们是内在是充满热情的 是朝气蓬勃的 他们更喜欢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而不是只靠嘴上说的 对于体力活呢也是一样 老男人呢更会使用巧劲将活干成 而年轻的男人多半会使用蛮力 结果当然是老男人干活 干得又快又好了 老男人虽然呢年华不在 但是气质啊始终是存在的 只要心态永远的年轻 他们的风华将会更胜从前 这也就是大多数的女人喜欢他们的一个原因吧 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就聊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咯